清早 花蓮秀林鄉水源村的 泰鲁閣族婦女們 帶著孩子一邊談心 一邊製作傳統飾品 這是飛揚關懷協會的原住民社工們 桂根部落所組成的 原民婦女支持團體 透過信仰互相關懷 認識傳統文化 成為彼此的心靈支持 泰鲁閣族基本上是男性文化 所以大部分的女性都會待在家裡面 我發現她們有時候常常是忘記 她們也是需要被關心的 原住民的文化已經慢慢在瓦解 部落婦女在社區的角色 看起來是弱勢 但是我們發覺她個人 她身上不同的能力 然後請她在團體當中 可以把她那個能力給展現出來 這個戴在脖子上面其實蠻重的 因為要跳躍 因為泰鲁閣族的舞蹈 都是比較是跳躍型 我們都是以黑 紅 白 作為特魯歌組的配件 有其他顏色 但是我們還是以這個意義豬來發展 不只傳承文化 這些手工作品或文化課程 也能讓婦女們增加收入 減輕家庭的經濟擔憂 像我之前還有推過語言潮 就是請社區的老人家 然後來帶一些以前的歌謠啊 然後我們這些媽媽就變成助理 然後準備一些材料 就是有一點公讀的費用 然後小孩子也在那當中 然後就會覺得說 有一些面向可以被照顧 覺得那個過程不只是陪伴 更多的是陪力她 那讓她在社區裡面 有那個力量出來之後 每一個婦女都有力量出來之後 她不會覺得她在部落裡面 是沒有力量的 這些原民婦女的文化傳承 使她們成為部落的火種 讓天生的熱情可以持續燃燒